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昨天乌克兰总理史米哈尔宣布 乌克兰正在经历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自产天然气的供暖机 截至目前 乌克兰天然气储备量约100亿立方公尺 根据总理介绍 国有企业的开采量增加了11% 并且还开设了新井 用于开采具有相当大容量的天然气 这点真的让人有些意外 谁能想象一个正在经历战争的国家 竟然从能源匮乏实现能源自足 与此同时 为了提高官员收入透明度 确保继续获得西方盟友的财政援助 截然斯基不断推动乌克兰官员公开申报资产 并解决贪污问题 他以身作则 带头公开自己的收入 在2021年 截然斯基及其家人报告的收入为1080万格里夫纳 比前一年减少了1200万格里夫纳 尽管出售14.2万美元的政府债券增加他的收入 2022年 继大俄入侵的第一年 截然斯基以家的收入进一步下降到了370万格里夫纳 因为大俄的侵略使他从出租自己的房产中获得的收入减少了 并且侵略者还拍卖了他在克里米亚的公寓 乌克兰真的有那么腐败吗 简中网不少人都认为 乌克兰腐败非常严重 乌克兰的贪腐印象在很多人的脑子里都有 但你要问他 萨拉利贪腐严重吗 他肯定一脸的懵逼 因为他几乎没有关于这个国家贪腐的信息 究竟原因就是我们获得的信息来源 很大程度来自于俄美 大俄上下一直是乌克兰腐败的长期话题发起者 他们不遗余力的维持乌克兰腐败话题 在媒体上高频率出现 其结果就是 众口硕金 最终民众就当真了 虽然大俄正面战场打的不怎么样 但是在舆论战 认知战方面遥遥领先 在主流社交媒体 大俄非常擅长 利用大量的水军发动舆论战 很多时候乌克兰不得不忙于辟谣 另外 乌克兰内部宽松的舆论环境 也让腐败的批评者有机会发出声音 而不至于冒着生命危险 短期来看 这可能造成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从长期来讲 则有利于乌克兰消除腐败 而那些擅长藏着掖着 打压媒体 报喜不报忧的地方 总有一天会遭到反噬 焦头烂额 乌军脑弹打击克里米亚机场 昨天莫斯科俄共总部着火了 不知道哪位的烟瘾犯了 乌克兰重型无人机 巴巴亚加对顿尼斯科的大俄的燃料 和中华游的仓库和炮兵部队的停车场发动攻击 据报道 11辆汽车和两名大俄军人被摧毁 凌晨4点20分左右 大俄试图在距离圣比德堡60公里出 击落一架无人机 甚至S400导弹系统也参与其中 俄当局称 这架无人机在科尔皮诺被击中了 但有奇迹般的飞行了30公里 最后击中了涅夫斯基马祖特工厂的储冠 俄伯称 三个空油罐起火 紧急服务人员正在现场开展工作 1月30日 大俄多地遭遇乌军无人机的袭击 莫斯科东北角的发电厂遭无人机打击 同时 莫斯科以南的一个变电站也发生爆炸 这让本就供暖不足的莫斯科人日子更加雪上加霜 目前 乌克兰已具备利用无人机对大俄境内燃料库 军工厂和军事基地等目标进行深入打击的能力 对乌克兰来说 打击大俄能源设施 不仅仅是让老毛子同样感受到乌克兰人正在遭受的战争痛感 也是更大程度的打击大俄的战争潜力 并限制了其赚取石油出口收入的能力 昨天 乌克兰总参部的报告已经证实 俄军苏参斯战机在卢干斯克被击落了 自乌克兰全面战争爆发以来 大俄总共损失了332架固定翼飞机和324架直升机 1月30日 乌克兰部队成功袭击了克里米亚 罗斯多尔内村附近的大俄防空系统的雷达战 1月31日 乌克兰索尔斯战斗机发射了风暴阴影导弹 袭击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多个地区发生爆炸 不少于6个定居点都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大俄国防部表示没有损失 只有一些导弹碎片落在机场 有个消息称 落在机场的碎片有点大 还有点多 炸毁了两架苏27和一架苏30飞机 12名大俄士兵死亡 10人受伤 费奥多西亚和萨奇机场 叶夫帕托里亚等地爆发了十几起的爆炸 乌克兰空军用暴风阴影导弹空袭了塞瓦斯托贝尔的贝尔贝克机场 现场发生剧烈爆炸 乌军先是无人机封群袭击了俄军雷达阵地 导弹接踵而至 这是乌军的标准战法 大俄穷兵独武 下场必然极其悲惨 客工的人只知道口骸 实际上 自己的兵在战场上被人屠杀 正如大俄唯一的退休上将 列昂尼德伊瓦绍夫所说 因为一个人的幻想 让整个大俄付出代价 再看俄乌战场外的援助及外交消息 荷兰政府决定向乌克兰拨款1.2亿欧元 用于弹药武器和网络安全 8700万欧元用于购买炮弹 此外 荷兰防长奥隆格伦在众议院宣布 荷兰将拨款1000万欧元 用于改善乌克兰的网络防御 莱恩金属意大利子公司执警长 埃克拉尼表示 该公司生产的第一套 天空附件防空火炮系统 引于去年12月交付乌克兰 目前已经投入实战 今年3月将交付第二套给乌军 天空附件雷达设程为50公里 设有指挥所和四门火炮 每门火炮均配备了光电传感器和跟踪雷达 当系统接近目标时 它的弹药会展开 释放出数百个小屋圆柱体 形成破坏性的云 天空附件在对付低慢小的无人机方面 性价比超高 昨天 乌克兰收到了来自阿联酋的50辆救护车 不愧是土豪国 一水的丰田车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理史米加尔与卢森堡首相费里登进行了交谈 卢森堡首相宣布将创建IT联盟以及并加入F16联盟 比利时和乌克兰签署了发展包括武器生产领域在内的双边关系的标准路 双方将使联合项目以提高乌克兰国防工业的成长潜力和产量 特别是乌克兰和比利时将合作生产特定种类的武器 修理武器并培养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专家 1月31日 德国更新对乌克兰援助的清单 包括24辆装甲运兵车 4辆206全地形车 Iris-T导弹 1040发155毫米炮弹 3个扫链罐 1.一套海铃架设备 14台矿用铃 1个海军扫链系统 1个卫星通信系统 4辆巡流车 450条防滑链 19万4千个单模块组口粮 德国量子系统公司将向乌克兰 捐赠100架不同配置的三维一体无人机 且本月起将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系列无人机 法国CEFA公司将为乌克兰 提供16个自行浮桥EFA EFA同时结合了浮桥和两栖运输车的特性 不但能更快的部署桥梁结构 还可以使用设备本身作为渡轮 厄瓜多尔总统准备将位于该国价值约2亿美元的苏式军事装备转移给美国 这些东西未来要去哪 不用多说了 法国SCARP巡航导弹 已经安装在乌克兰苏两次战术轰炸机上 弹体上写着来自巴黎带俄罗斯下地狱吧 1月31日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贝雷尔表示 今天我们同意再训练2万名士兵 到2024年下幕 欧盟将训练6万名乌克兰军人 良好的训练意味着在战场上拯救生命 这意味着2024年上半年 欧盟计划训练6万人 约为12个旅的部队 全年可能训练更多人 贝雷尔还表示称 欧盟国家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210亿欧元军事援助 乌克兰战争的胜利是欧洲安全的最佳保障 大俄的帝国野心应该被丢进历史的垃圾箱 稳了 科威特超100辆坦克将转交乌克兰 塞尔维亚电视台消息 科威特将通过克罗蒂亚向乌克兰 转运超过100辆M84AB坦克 科威特已经向乌克兰转让两架 安32B运输机 科威特当局正在向科威特运送100多辆M84AB坦克 将在斯拉沃尼亚布罗德的 杜罗达科维奇特殊车辆制造厂 进行大修和升级改造 然后再运往乌克兰 并且乌克兰可能还会接收科威特军队的坦克 因为科罗蒂亚军队很可能用瑞士鲍尔A4坦克 取代原来的苏式坦克 另据报道 大约五天前 在斯洛文尼亚首都 卢布尔亚纳的转运点 发现了6辆M84战车 这些战车有沙漠迷彩 这很可能就是来自科威特 向乌克兰提供的M84战车 并且乌克兰也收到了科罗蒂亚企业 杜罗·贾克维奇的决认 他们表示将从科威特 接收M84AB坦克进大修 然后运往乌克兰 欧洲六国力挺乌克兰 由于持续的生产延误 和对库存耗尽的担忧 欧盟国家到三月份 仅能交付60万发炮弹 仍达不到去年设定的 100万枚炮弹的目标 欧洲意识到了 乌克兰输掉这场战争的威胁 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表示 即便是美国停止援助 欧洲也必须支持乌克兰 对欧洲来说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考验时刻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无论美国做出什么决定 都要采取行动 捍卫和支持乌克兰 德国总理舒尔茨丹麦首相 弗雷德里·克森 捷克总理菲亚拉 埃沙尼亚总理卡拉斯 和荷兰首相吕特 在英国金融时报 发表联合声明 乌克兰的战斗意志 仍然牢不可破 并为我们所有寻求自由 和正义的人提供了灵感 但重要的问题出现了 乌克兰没有足够的火炮弹药 有关军事支持的承诺 可能无法满足乌克兰的需求 由于当下在欧洲下的新订单 要到明年才能到达战场 因此我们必须想方设法 加快向乌克兰交付承诺的炮弹 这可能是使用现有库存的转让 或通过我们的国防企业 联合采购弹药 我们呼吁乌克兰的朋友和伙伴 再次确认他们对乌克兰的持续 长期军事支持的承诺 这是欧洲的共同责任 这个决定必须由每个国家做出 只有这样乌克兰才能成功地 抵御大俄的侵略 1月31日 五角道楼发言人莱德证实 在拖延一年之后 由波音公司和瑞典 萨伯共同生产的JLSDB炸弹 首批弹药将在31日抵达乌克兰 美国去年已经与波音公司签署了 向乌克兰提供JLSDB的核桶 因此它并不受共和党的影响 JLSDB是一种远程巡航炸弹 射程150公里 质量130公斤 弹头质量93公斤 和海马斯火箭弹威力相差无几 但射程要远一倍 它将能够覆盖乌东全境和克里米亚 25%的地区 随着JLSDB的到来 大俄的弹药库 交通枢纽 指挥所都要重新加固或者后移 大俄后勤将面临巨大的考验 共和党全力阻止 美国原无短期无望 最近 拜登表示 一旦国会同意边界协议 他将立即关闭边界 同时 美国参议院试图通过两党妥协的边界协议 但美国众议院议长 共和党人约翰逊 发表声明表示 参议院的边界协议 在送到众议院的那一刻已经死亡 约翰逊言下之意 不会批准边界协议 这意味着 援助乌克兰困难重处 最后 特朗普在内华达州发表演讲时 也表示 未公布的两党协议 是一项糟糕的法案 没有机会获得通过 边界协议如果不能通过 将意味着援助乌克兰的610亿美元 存在变数 乌克兰在战场上 一些区域已经面临人员和弹药的缺乏 一些防线已经出现了困难 而有共和党人试图将边界协议 放到11月份在讨论 美国共和党已经沦为特朗普的私人工具了 他们口口声声表示只要解决边界问题 就会考虑原物方案 现在拜登答应关闭边界了 他们却不愿意批准了 他们真的关心非法移民问题吗 不 他们只关心选情 所以 不管拜登妥协成什么样 他们都会说不行 特朗普时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 博尔顿 在其新版回忆录中批评前总统特朗普 本质上是个自私的人 他会惩罚他认定的敌人 并安抚大鹅 鹅头等人认为 他是个可笑的傻瓜 他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他了 而特朗普的自我迷恋 让他无法理解这一点 不仅是博尔顿 特朗普任期内的其他高级官员 比如 副总统彭斯 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 先后两任国防部长马蒂斯 埃斯佩尔 总参谋长米利等 24名高级官员 都认为特朗普不具备美国总统的素质 希腊媒体1月27日报道 美国依据EDA计划 赠送希腊两架C130H飞机 60辆布拉德利装甲战车 和10台P3巡逻机发动机 同时 出售给希腊三艘护卫舰 一匹卡车 以及总价86亿美元的F35战斗机 所谓EDA计划识持 根据对外援助法授权 国防部可以将被美军认为过剩的物资 以较低价格提供为盟友 拜登通过向希腊赠送低价出售过剩武器 来绕过国会对乌克兰援助的反对 希望希腊能把一些自己多余的装备 再捐赠给乌克兰 希腊的武器库里有乌克兰急需的重要防空装备 比如远程的S300和霍克导弹系统 据报道 希腊政府已经同意 把相关多余的装备转给乌克兰 节目最后 又到了有所期待的时候了 一位诗人说 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 还有十一远方 但同样的远方 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过法 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 我没有是远方 只有眼前的苟且 曾经一个胸怀家国天下的热血男儿 现在就混成了魏温宝 而不断奔波的中年汉子 为了能在这个城市中生活下去 我几乎放弃了一切的休息时间 生活撞牙之下 似乎发射品成了我唯一的一个箭牙口 在我的字典里 没有休息日 没有节假日 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活着 拼了命的 用尽全力活着 临近春节 大雄向大家讨要一些打赏 向朋友们寻求一些帮助 虽说有些讨人闲 但也是无奈之情 有时感觉活得像个蝼蚁 但我也很赞同一句话 生如蝼蚁 当存鸿骨之质 命如纸宝 应有不屈之心 若没有躺赢了命 那就站起来奔跑吧 大雄认为 伪正义发声 也是向邪恶亮见 你说呢 2023年 改恩与朋友们同行 2024年 期待继续与大家作伴